今天我要隔空把这杯牛奶给它喝掉 谢谢我姓 好 仔细看 一根吸管 隔下空气 2秒 还有半杯 进去 还有一点点 太薄了 牛奶 我们确定是真的 是可以喝到 好 这个魔术是怎么做到的 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魔术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准备一罐牛奶 我们确认一下这罐牛奶是正常的 把它剪开 然后呢 这个 杯子 其实它是有 两层的 这个位置呢 有个小洞 然后呢 这里 这外面有个小洞 盖起来呢 它就连成一个 通道 一个 整体的通道 先把这个牛奶给它 倒一点进去 OK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杯子的内外的 牛奶是慢慢的 水平了 然后再 从这个位置 用嘴把它吸起来 OK 这把牛奶呢 可以拿一个 吸管 可控 吸的时候呢 手 从这个位置送开 嗯 直到最后 杯子里面的牛奶 跟杯子外面的牛奶 形成一个水平的状态 它就不会再往下 好 这个牛奶 我们还可以把它 嗯 这个杯子都洗干净了 这个没关系